打劍沒有蠢仔用 你自己是否從小到大到聰明那種 還是轉數壞的 那我其實 剛剛開始玩都很蠢 其實如果你在劍擊隊裡面 這麼多年都建立了不少的成就 或者是經歷 回頭看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你不斷無止境地進步 還是坦白說的後輩 都是不如你 追不到你才能繼續 立到這個地位 其實 我覺得不是因為後輩追不到我 其實我們近幾年 劍擊在全香港 甚至全亞洲 甚至去到世界 其實我們都是不停地去突破 去拿到很多好的成績 其實我覺得是 我的位置是 第一 就是比較早一批 是可以踏入世界賽 這個 在16 Top 8這個水平裡面 去有競爭力 然後後面有嘉朗 Ryan 那些一齊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 大家互相有一個動力 就是我去到這個年紀 我看到他們 有衝擊上來 那我又可以 跑快一點 對 又跟他們 不停地競爭 競爭 令到我覺得我不會放慢腳步 就是我可能會跟他們 雖然不同時代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方向和目標是一樣 你認不認在 劍擊隊裡面 是一個不路傳奇 暫時 是的 我是經歷了差不多 現在 快要第五代人了 我還在這個隊 所謂五代同堂 就是你這個 因為我最早 我進來看見 那一代人已經退了 之後 大師英那一代又退了 跟我同一輩又退了 現在這一代 然後那一代又來 又接近上來 剛剛好第五代人 那說回劍擊上面 那你是不是感覺到 自己都不斷突破了上限 其實是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成績 或者是我的 那麼長時間的全職生涯 其實我的成績沒有停下來 因為運動的吸引就是 當你一旅有成績的時候 你就會繼續想追求 更好 所以我在每次 我差不多要說 我要退的時候 又有些新的突破 那你覺得自己好像還沒去到最盡 那你又繼續會想再好一點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在今年 把全時間都在比賽訓練上 那我們的成績是 有史以來是最好的 已經是 真的對東京奧運的期望 越來越大了 是的 所以越來越近的時候 壓力就好像越來越大了 國運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裡面 這個意義就更大了 就是在我轉全職那一刻 我的目標當然是可以踏足這個 運動界最高的一個 變堂 就算有沒有成績也好 起碼你有機會去到 這個奧運 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 最高的一個 一個 賽事 其實對我人生而言 也是一個很大的 夢想 或者目標 所以 但我經歷過 前兩次的奧運會 都出線不了 對自己 當時也有一點 失落 或者失望 就覺得在你最健碩 最最高的的時候 跟不到這班車 就失落了 接著就會有大一點的遺憾 所以我堅持繼續打多一個季節 打多一屆 其實我都希望可以 完成到自己的夢想 那你現在追求目標 其實你的心態是怎樣擺 到底是 什麼風浪沒見過 定過台遊 還是還是年輕 摸著石頭過河衝 其實 這個季節 去追逐奧運的入場券 其實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我們 請了一個新的愛國的教練 在這個教練來到之後 給了一個新的衝擊 希望 就是覺得 真的有一個新的目標和希望 還有給我們很多鼓勵 和自信心 令到我自己 有一個新的火花的時候 又有一個新的 重現了自己的熱血 就是換化了青春 沒錯 讓你入到東京奧運 去到這個大舞台 最想完成一件事 想做些什麼 其實我當然希望到時候 有機會去到的話 我會帶我老婆去現場 看我的比賽 因為其實我跟她在一起 都差不多十年 其實她沒有去過一個 正式的國際賽事 看我的比賽 因為她每次都很緊張 看我們比賽 很害怕 所以她覺得 我每次看比賽 我都會手掌心跳很快 她說她不想去現場看我的比賽 如果她有機會去到這個舞台 我希望帶她一起去 欣賞一下 感受一下這個氣氛 還有見證著 你可能是人生一個 會不會算是最高峰的 算是 最光輝的一個 一個時刻 對 一個時刻 好 希望張雪倫這位大師兄 又是我的小牛大師兄 可以接下來代表香港隊 爭取更多好成績 突破自己的上限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兒子